關鍵因素之一了 好 我們來看這個是 今世離婚夫妻 大S和汪曉飛對付公堂 而且隔空交禍 為什麼 大S跟汪曉飛其實2021年的12月就離婚了 所以到現在應該已經兩年半了 那怎麼現在還在打官司呢 兩個人新聞不斷 多半是為了錢 為什麼呢 大S最近告了汪曉飛 是涉嫌違反個資法 因為他認為汪曉飛在網絡上 貼出了他們夫妻之前的 離婚協議的內容 但是汪曉飛昨天出庭的時候呢 他在答辯的過程當中 卻爆了一個大料 他爆料說 他不是故意要洩漏格子 主要是他太生氣了 他為什麼生氣呢 他說他是在離婚前四個月 就發現大S 寄了一個禮物到韓國去 於是呢 他就提供了這個 這個其實看起來只是一個收據 但請注意 他的貓膩是在這個時間 有沒有 來一年八月十二號 表示這是當時大S跟汪曉飛 還在婚姻關係當中 那他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表示並不是外傳 大S跟拒均業 是在大S離婚之後才聯繫上 也是大S還沒有離婚之前 他們就過重慎密了 好 完蛋了 不是寄東西跟出軌是兩個概念 沒有錯 你怎麼能證明 就是他真的寄東西給拒均業 也不代表他有出軌 而且他們本來就認識 他們十幾年前就認識 所以這件事情 完全惹毛了大S 因為大S在這兩個年多來 從來不發言 但是這一次呢 他拒姓米宜的發了一個聲明 聲明當中有一個重點是說 我從來沒有刷汪曉飛的卡 買禮物給拒均業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對 我刷了卡 我有幾次刷卡 是為什麼呢 我洩憤 有沒有 好嘞 婚內出軌的是你 不是我 我們來看大S怎麼說 離婚後 我確實為了洩憤 刷了你幾次卡 但這是你自己 簽字允許的 重點是 我並沒有刷你的卡 買任何東西給我的先生 就像現在的先生 去這邊 沒有錯 所以阿關 為什麼一個女人需要洩憤 一次刷卡可能都幾百萬 之前呢 在婚姻關係當中呢 汪曉飛有一次喝醉了 在家裡面 然後呢 這個小S跟這個 汪曉飛可能有一些不愉快 所以汪曉飛就 推了小S 把他推在地上 這是你的小姨子耶 他把他推在地上 然後站在旁邊是大S 不要忘記了 當時大S是大肚子 所以老公去推我妹 你會不會去護著妹妹 會嘛 他伸手去護他妹妹的時候 汪曉飛就直接把大S推在地上 他大肚子耶 然後喔 汪曉飛沒完沒了喔 他把家裡面金裝版的 哈利波特 網友有說那本哈利波特快10公斤 他就敲起來要打大S 你知道這打下去會頭破血流 所以他把這個金裝版的那個 塔利波特拿起來的時候 因為黑人陳建州也在場 所以因為陳建州幫他打了 沒有他過去就一把 抓住汪曉飛的手 不讓他丟 他就抓住他而已 讓他冷靜 那他有沒有打汪曉飛 沒有 根據大S的說法 他從頭到尾沒有打他 他只是抓他 但是他很生氣的是 因為張蘭之前講說 這個黑人打汪曉飛 說是因為這個 這個政策理念不同 他說根本胡說 從頭到尾就是你家暴我們 你打我們 然後你知道嗎 大S還驚爆說 十年婚姻 兩命一傷啊 好我們來看 當然剛剛以上都是大S的說法 是 他說十年婚姻 二死一重傷 你知道二死一重傷 這件事非常驚悚 為什麼呢 因為大S跟汪曉飛 他們有一個女兒 一個兒子 那顯然 他們是應該有四個小孩 因為昨天大S經紀人有證實 二死的意思就是 大S曾經兩次流產 這其實是非常悲慘的一件事情 那一重傷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 大S在生他的兒子的時候 一度昏迷 差點救不回來 所以他一直說 這十年婚姻當中 我已經 這樣兩條命又重傷了 我已經真的是傷痕累累了 而且呢 接下來他又更驚爆說 汪曉飛除了家暴之外呢 婚內不斷在出軌 不是一個人喔 他說我還接到了 不同女性 不堪入目的照片 好 我收到大量你 婚內跟各個不同女性 不堪入目的照片 深受打擊 才知道為何你總是急著 兩地飛 這裡我有點內幕 因為當時呢 不只是大S有收到 因為我們不知道大S 本人有收到 但是其實有些媒體人 有收到這些相關照片 就是汪曉飛跟不同的女生 有一些親密的照片 當時大家都覺得 怎麼會有這些照片流出來 大家可以去想 這些照片會是汪曉飛給的嗎 不是嘛 那就是那些 拍親密照的那些女生 而且是不同的女生 其中有一個還包括張盈盈 所以阿關你去想 為什麼這些照片 最後流到大S那裡 就是這些人一直想趕走 大S 所以這裡面 有非常多的內幕 而且是非常的不堪 好這是大S的聲明 但是各位你知道汪曉飛的聲明 我們也是非常驚嚇 好啦我們也來看一下 汪曉飛的聲明 要平衡報導嘛 好啦 這是汪曉飛的聲明 他說我沒有推倒你妹妹 更沒有推倒你 你妹妹一直從容 你跟我離婚 我只是極極憤怒的狀況 推過她 所以我有推她 但我沒有推倒她 我有看 我仔細研究了 因為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說 你說你沒有推倒她 你說你推過她 後來我搞懂了 我有推過她 但我沒有推倒她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倒 再來汪曉飛說 我也從來沒有動手打過你 還有你妹妹 他意思是說 大S大肚子的時候 我是沒有 我沒有打她 任何時間 我都沒有打她 然後接下來 天哪 他也今天爆料 好他爆了一個料 說什麼呢 讓各界揣測紛紛 他說 你說啊 我對你動手 事實上是你 產生幻覺 所以外界對這個產生幻覺 開始議論紛紛 所以為什麼產生幻覺呢 好 你產生幻覺的時候 你用刀 用高爾夫球桿 用紅酒瓶打我 哇 他們這個婚姻好可怕 噶噶噶噶 他說我證據都有 也有證人 你清醒之後 告訴我說你忘了 把我看成你罷了 我也從來沒有說過一句 你不對 所以外界對他產生幻覺 這件事 有一些議論 因為產生幻覺 這件事情呢 汪曉飛跟張蘭 其實在這兩年半當中 也少了 也少不了很多的污衊 有關大S 可能是用藥啊 好 我意識不清啊 大S其實都否認過 但他們不斷不斷地說 所以為什麼大S 其實在聲明裡面 也提到說 這兩年多當中 他一直被他們 在網路上霸凌 他已經沒有辦法忍受了 好 我們來聽張蘭的說法 那麼針對錢 房子又到底怎麼回事呢 在公佈此證據的同時 我做好了 與汪曉飛 斷絕母子關係的準備 首先呢 凡事要有證人證據 那我現在就把你今天提到的 出謀鬼的證據 放在附件裡 你現在的行為呢 會影響到 我們中國下一代的價值觀 尤其呢 是對我們的年輕人 讓人恐懼婚姻 不相信愛情 起到了極壞的作用 在此呢 我正面回覆一下 黃春梅女士 人是有蘋果的 但是 不是下輩子 而是非製作 那也請你把 我給他們購置的 婚房 你大概賣了 三億左右 請你把三億還給我 而且她直接就叫證黃春梅 黃春梅是誰 S媽 所以這裡面有四個角色 S媽前幾天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其實是淚連連耶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S媽呢 也是最疼汪小菲的 汪小菲幾次來台灣 他們兩個還一起吃飯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是因為呢 汪小菲跟大S結婚之後 汪小菲在台北 有一個S Hotel 對不對 這個S Hotel的 房租的保證人 其實是黃春梅女士 也就是S媽 但是 我們都知道 因為汪小菲 有些債務上的問題 財務上的問題 所以S媽說 她這幾年 不斷地接到法院的 純正信 她說 那壓力很大耶 不是 老人家直接講 我不會被抓去關吧 我看到那個信 我好害怕 她說每一次都跟汪小菲講說 因為你跟我女兒 都已經離婚了嘛 是不是這個保證 你就解除我的保證人啊 她說小菲都說 好好好 但好到最後 沒人就替換 我們再猜啦 可能沒有其他人 能夠當保證人 所以S媽就一直在當保證人 所以連張蘭 都把黃春梅叫站進去 但是呢 這個錢真的說不清楚 為什麼這樣說呢 汪小菲前幾次出庭都說 我在大S身上都花了已經3.6億 大S說我花的是自己的錢 我們來數數他們的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S說 他借給汪小菲是2600萬 不是台幣 這2600萬 1600萬是人民幣 1000萬呢是港幣 核台幣將近1.5億 那汪小菲這在兩年當中呢 還了大概500萬 還有1億的欠款 這欠款 汪小菲一直沒有還 所以大S說 我就算刷了你的卡 其實用的是我的錢 這是汪小菲欠他的錢 是 但是 張蘭不是這樣講 大S說我花的是自己的錢 我們來數數他們的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S說 他借給汪小菲是2600萬 不是台幣 這2600萬 1600萬是人民幣 1000萬呢是港幣 核台幣將近1.5億 那汪小菲這在兩年當中呢 還了大概500萬 還有1億的欠款 這欠款 汪小菲一直沒有還 所以大S說 我就算刷了你的卡 其實用的是我的錢 這是汪小菲欠他的錢 是 但是 張蘭不是這樣講 張蘭說 你還欠我們家3億 因為婚房你賣了 因為張蘭說呢 這個婚房 台北的婚房 是我們汪小菲買的 那你把它賣掉了 賣掉之後呢 獲利是3億 就算汪小菲欠你1億 那中間你還欠我們2億 但是各位 這件事情呢 大S的經紀人已經講了 因為那個房子 從頭到尾是大S買的 關你最清楚 中國籍的外籍人士 如果你要買台北的房子 你覺得好買嗎 他錢進不來啊 所以他說 其實汪小菲 從頭到尾就去挑房 那 花錢買房的 其實是大S 所以請問這3億 到底是誰出的呢 這4億 那 ska看